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講古經 6月15日早上時間 和大家立刻放眼一些國際最新發展 過去我們有跟進過土耳其、斯里蘭卡等等 都出現貨幣 特別是斯里蘭卡出現債務危機 情況都相當危險 現在有關危機隨著美國加息速度 似乎在新興市場都出現另外一重衝擊 而今次的國家很可能是全球另外一個 少數的共產主義國家 老窩或者你可以叫做遼國 全稱就是老窩人民民主共和國 它是東南亞唯一一個內陸國家 完全見不到水 周邊就是由其他國家接壤 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 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國 它基於大家都是共產主義國家 因此和中國關係一向都相當良好的 老窩也都長期支持中國和中國的關係 包括最近期 老窩外長也是讚揚中國 堅持這個動態清零 是有利世界和中國本身的 可以這樣說是一個中國的啦啦隊 上年年底就打通了中國和老窩的所謂中老鐵路 這個工程搞了五年時間 耗資了六十億美金 由中國西南部的昆明 直達老窩首府萬丈 全長一千公里的 這個中老鐵路可以這樣說 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重要基建 也是東南亞的第一個 在大路之下落成啟用的主要項目 這個基建 中國聲稱背了七成的債 三成就由老窩 大約十四億最少 由老窩負責 但是現在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老窩也陷入一個債務危機 彭博也報導 債務危機近在眼前 老窩可能會成為亞洲下一個違約的國家 現在老窩正面臨現金儲備減少通脹率飆升的壓力 也會導致隨時像斯里蘭卡違約一樣 威脅老窩 彭博提及由於油價上升和本幣的大幅貶值 導致七百五十萬人口的老窩出現燃料短缺 這是東南亞國家面臨最新的危險 也看到債務負擔 也令到現金儲備相當緊絕 對於1975年以來 一直是老老掌權的隱蔽共產主義政權構成了挑戰 彭博拉引述 目迪的副總裁兼高級信貸官 這個Shark 他就說 升旗二目迪將老窩的信用評級下調到CAA3 這個也非常接近違約邊緣 他說理由就是 老窩的管治博弱債務負擔很高 外匯的存底不足以去償付到期的外債 意味著 老窩很可能會被捕斯里蘭卡的後賊 老窩財政部沒有回復彭博 但是 的確 我們看到 近期 老窩都採取了一些很不尋常的行動 譬如 老窩的主要報章 《萬象時報》6月8日報導 我們根據 這個 《月通社》引述 他就說 老窩總理潘堪圍柏萬已經簽署成立指導委員會 去解決老窩現在面臨的燃料危機 消費價格飆升和外匯儲備減少的問題 根據《月通社》報導 這個決定指導委員會將由主管經濟事務副總理宋蔡西潘敦擔任主任 財政部部長本拱擔任副主任 這個由8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任務 採取措施確保老窩燃料進口量充足 採取措施調整商品價格 並且制定穩定外幣供應措施 同時加強外匯管理 確保貨幣兌換店案規定運作 這個在老窩的貨幣 KIP貶值對老窩燃料價格產生影響 以及全球市場對這種燃油價格持續上漲 而由進口商沒有辦法購買足夠的燃料供應給國內居民使用 而最近 KIP貶對美金和泰銖的匯率 亦都是自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 出現最前所未有的貶值 據報老窩成立指導委員會 並且會制定解決燃料物價上升貨幣等應急措施 這也是老窩政府自在解決 老窩面臨經濟財政緊迫問題所做出的努力之一 的確老窩出現了麻煩 現在老窩的共產黨內閣 都要成立指導委員會 針對剛才提及的燃油 日口都說 是入不足燃料給老窩的全國使用 現在同時面對通脹 消費價格飆升即通脹 以及外匯儲備減少的問題 所以的確 木迪也好 外電磅薄也好 關注老窩是合理的 因為老窩可能 好像斯里蘭卡一樣 必需品將會逐步短缺 我們來看看 老窩 Keeper 基普 原來今年對美金已經貶值了57% 現在美元對基普是14724 最先說 今年年初的時候 仍然是10,000以下 現在已經對到14724 更加不要說了 今年年初 也曾經見過9,000以下 所以 看到的 匯價 好像賭水一樣 直插 當然 本身 這個老窩 是相當窮困的 其實亞洲地區來說 他們都屬於相當之落後 物流都是相當之差的 所以根據世界銀行 2019年的營商便利指數 老窩在全球190個國家裡面 就排154 外資其實就不是那麼有興趣 去投資老窩的了 中國就例外 因為中國和老窩都是共產主義兄弟 所以經常都有很大的往來 而且也積極地搞了基建 很多中國人流入去老窩掘金 而每年流入老窩去旅行的中國遊客 亦都是去到80-100萬 所以這個就成為了老窩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好了 但現在問題就和斯里蘭卡一樣 斯里蘭卡過去也相當倚重 比如俄羅斯 中國的遊客 現在就是疫情問題了 過去兩年 老窩由旅遊去創匯的空間 大家都知道已經消失了 所以特別是中國的關係這麼頻繁 而中國採取這個所謂清零 而後來就變成動態清零的操作 所以根本就不會有中國遊客去老窩 你可以想像 對老窩的創匯打擊幾大 更加不要說 老窩去配合中國 大搞一帶一路的建設工程 本身亦都背負了相當大的債務 連香港01都提及 老窩會不會因為收足天價的鐵路陷入債務陷阱呢 亦都是外界反覆質詢的問題 事實上 老窩的公共投資資金都嚴重依賴 由發達國家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 而老窩公共工程和運輸部的常規預算 只有1270億基普 而老窩2018年未償還的債務 達到8150億基普 即是2015年的兩倍 亦都是常規預算的七、八倍 你可以想一下 那個規模是多驚人 現在就疫情 本來就說 希望老窩開啟了中路鐵路之後 會改善了整個交通運輸物流 以至會刺激遊客 因為這條鐵路 直接中國方面可以直駁一些世界遺產 以及首都萬丈 但大家都知道 落空了 即使3月中 中國的新華社都刊登了紀念 中路鐵路開通100天的報道 但對老窩的經濟似乎沒有太大幫助 除了疫情的打擊之外 聯儲局加息 都會吸走很多新興市場的資金 而更大的問題就是 老窩本身的外匯儲備 其實相當缺乏 根據外交加雜誌 Diplomat的James Guide 提及 老科的外匯儲備 在2021年底 只有12億6千萬美金 但老科在2021年進口了 價值64億美金的商品 而且在國際收支上 積累大量的負債 大家也可以想像 這兩年根本錯不到匯 在旅遊方面 沒有辦法帶來收入 而一些必需品 譬如現有的價格 持續飆升 這些跟斯蘭卡一樣 外匯相當緊張的情況下 要繼續買入必需品 其實問題都相當大 而疫情 這些影響也導致 外國來到老窩的投資 短期內 沒有辦法產生收入 而利息支出不斷 導致老窩陷入一個嚴重的困境 因此海外投資一件勢頭不對 大家都知道FDI隨時可以流走 這個對老窩現在雪上加霜 而在匯價上也反映了 機普大幅下跌 也反映了外面的投資者 對老窩的經濟前景相當悲觀 而老窩其中一個主要的收入 也是來自 搞一些基建發電 然後把電賣給周邊國家 主要是給泰國的 但是泰國 你買電 這些對於穩定來說當然好 但是在短期內 要拯救老窩的經濟 這個沒有辦法有什麼幫助 所以有傳老窩已經向鄰近的 泰國和越南 越南也是共產主義大興 尋求幫助 當中我們估計中國 也有提出過的 不過現在問題 油價仍然是每桶 120美元 比2021年的平均價格高了七成 所以這不單是老屋的問題 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 阿根廷 緬甸 這些都是非常之嚴重的 你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通脹 全部都是狂飆 所以現在都出現了 這些國家的民眾 拿著油桶大排長龍 但是買不到汽油的情況 必需品短缺 就是經濟崩潰的先兆 斯里蘭卡 除了油之外 連一些紫章 奶粉 這些都全部搞不定 老窩好些 因為它發電還可以賣給泰國 即是維持國家運轉的 一些基本必需品 就未去到像斯里蘭卡那樣的惡劣 但是看下去 現在這樣的局勢下去 老窩債務違約 或者需要債務重組 都只是時間問題 如果老窩出事的話 對於中國一帶一路的計劃來說 這些全部都是兄弟之邦 斯里蘭卡也好 老窩也好 如果真相出事的話 對中國的國力 和朋友圈來說 都可謂不是一個大的打擊 我們繼續關注下去 在那邊 在那邊 我審議的 不久 不久 超過 一堆